多名男子闯入露营区 每个人都手拿着铝棒 狂砸门窗与屋内的设备 晚上砸完还不够 这群人白天再来一次 他们把一整排的厕所通通砸烂 吓坏不少还在场的游客 门头鱼池香这家露营区 被一群黑衣男子闯入 他们不但把厕所娃娃机通通打烂 在场拿手机露营的男子 还指示他们该砸的地方都不要放过 警方调查这起冲突 起因是陈姓男子欠赖姓男子六十万元 露营区业者出借场地让他们谈判 结果双方酒后爆发冲突 赖姓男子找来十几个人到场助阵 赖民之有人为替他讨公道 而自露营区破坏回损 涉案的七个人 被少年事件处理法毁损 以及切刀罪嫌移送法办 记者回到露营区现场查看 窗户被砸破 只能用黑色塑胶带暂时封起来 屋内的电视机冷气受损也相当严重 休息室的墙面被打出明显的凹洞 厕所的马桶洗手台被打到满地都是碎片 事发将近一个月露营区还在整修无法恢复营业损失惨重 但让业者更气的是这笔损失双方都不愿意出来面对 他决定提告交由司法来解决 华视新闻周大响 您就分享中影 南投报导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